第1695集 永恒圣王点点头 这也算不得什么秘密 透露给你也没事 多年前 天道宫公主轩辕墨爷 得到了一块轮回悬碑 她将这块轮回悬碑 给了一头神龙 这块悬碑极其棘手 你现在根本没有抗衡轩辕墨爷的实力 好在你的存在 天道注定无法察觉 轩辕墨爷短时间杀不了你 但因果染血镇 距离城镇没有多久了 到时候 49位斩恶巅峰强者 借助你和你师尊的因果联系 突破智库 降临诛杀 那一击可是混沌强者也阻挡不了的呀 我的朋友会想办法延迟 因果染血镇成功 但不知道能延迟多久 叶臣的眼神变得极其严肃 49位斩恶强者 用逆天阵法诛杀自己 天道宫也太大手笔了吧 混沌强者都阻挡不了 自己又该如何阻挡呢 叶臣刚想说什么 永恒圣王便打断道 第二个轮回悬碑的下落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在开始的地方 叶臣面露疑惑 开始的地方 永恒圣王点点头 本是浑浊的眸子突然锐利了几分 有块轮回悬碑在华夏 下一秒也沉蒙了 轮回悬碑如此逆天之物居然在华夏 这 这怎么可能 永恒圣王解释道 那块轮回悬碑极其特殊 甚至可以说极其狡猾 拥有灵性 完全有能力幻化成普通人 又可能幻化成了某物 我的实力用神石扫遍整个华夏乃至地球都没有发现 哪怕混沌之上的强者也无法察觉 轮回悬碑真是世间奇物啊 不过我在华夏的那道名为郭海云的分身 已经有了线索 这块轮回悬碑幻化之形 你可能见过 但还不确定 一旦确定了悬碑的位置 你要立刻动身前往华夏 叶臣表情极度古怪 轮回悬碑还能幻化成人 而且自己还接触过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不过转念一想 每一块轮回悬碑的属性都是极其特殊 能量惊人 幻化成人也正常 正好他许久没回华夏和昆仑须了 若是永恒圣王 一旦得到消息 自己就动身 叶臣 最近我在神国设立的悬碑引元阵 有些异动 说明一件事 有一块轮回悬碑 可能要问世了 这可能是问世的第七块 你要稍稍注意 今日我找你 主要为了这件事 我不能和你交谈太多 不然天道宫的人会发现你 你的同伴应该快醒了 尽快离开吧 说完 永恒圣王便急匆匆地向外面走去 眼看永恒圣王要走 叶臣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 严坤怎么样了 永恒圣王脚步停下 犹豫数秒开口道 乾坤一族 不愧被称为神族 严坤的实力增长得极其匪夷所思 我在尽我全力 刺激他的潜力和天赋 如果我算的没错 你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见面 只不过 灵武大陆和神国 适合他试炼的地方不多了 如果有需要 我可能会送他去域外试炼 那是真正的远古战场 唯有那里 才可能释放他真正的天性 走了 叶臣从木屋中出来 发现永恒圣王早就不见了 周远欣摇摇晃晃地起身 骂骂咧咧道 这老头 卖的肯定是假酒 我怎么一喝就醉了 哎 那老头呢 妈的 这老头连假酒也带走了 周远欣亮亮呛呛地 来到叶臣的身边 看到叶臣凝重的样子 瞬间酒醒了大半 叶大哥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是不是睡了很久 叶臣摇摇头 动身吧 好 与此同时 神国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大地 不时可以看到一些 冰属性妖兽游荡的身影 在一条寒气四溢的峡谷之中 一座精致无比的冰雪宫殿坐落其中 这里便是一等宗门七寒教的所在 冰宫之中 一名一头白发身着素白衣袍 面色也同样苍白 周身散发着强烈冷意的男子 正双目微臂盘坐在一道寒池之中 这寒池极为诡异 此处的温度已经达到零下数百度 可这寒池之中的液体却没有冻结的迹象 突然之间 那名青年男子双目猛地睁开 两道宛若实质的寒芒 从谋中射出绝强气息冲天而起 原本在零下数百度的环境之下 都没有凝结的寒池 竟是在这青年男子气息的影响之下 瞬间冻结成冰 片刻之后 男子收了气息 破冰而出 面上带着冷傲与兴奋之色 他走出了这座冰宫 门外早有两名神色恭敬的美貌女子 拿着衣物等在那里 见到男子出来 却是柔声笑道 恭喜韩公子 又突破境界了 青年男子微微一笑 显然心情不错 对了 最近神国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其中一个女子沉思了片刻 突然开口道 最近有一个同样修习韩系功法的神秘女子未试 此人稀微恐怖 在神国找不到任何根源所在 并且每一次出现 都会诡异地突破一个小境界 她就好像 就好像身上携带着无与伦比的修炼资源一般 属下从未见过如此突破的妖孽 神国哪怕一等宗门 也养不起如此之人啊 关键 每一次这个神秘少女出现 就一个宗门隐落 有人说 此女是来对神国报仇的 青年男子微微诧异 这女子最后一次出现 是什么修为 那女子毫不犹豫 开口道 转恶八层天 嗯 青年男子有些不淡定了 不过很快 他那双冰蓝色的眼眸之中 便闪过了一丝释然 这女子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应该不会有瓜葛 她想到了什么 对着两名女子吩咐道 去 把我之前准备的那块牌匾拿出来 然后通知一声舞蹈师和周蹈师 让他们随我走一趟 两名少女一愣 不由地问道 诶 韩公子 您要去哪里啊 白发青年冷然一笑道 神级宗 这一日 神级宗的山门上空 突然传来一声震天龙吟 宗内的不少弟子都是一惊 抬头向着高空之中看去 一道冰冷甚至阴寒 还带着一丝细血与嘲讽的男子声音 在神级宗一众弟子的耳边响起 七寒教 真传弟子寒九熙 代表宗门前来拜会 众人文言都是神色一动 七寒教 七寒教虽然与神级宗 同样位列一等势力之一 但论起宗门实力 却是比神级宗高出了不少 毕竟现如今的神级宗 几乎是一等势力之中的垫底 而七寒教作为宗门 至少还比那几个一等家族之中 最弱的一族要强大一些 在一等势力之中不容小觑 而一等势力作为神国的支柱之一 不管相互之间有多少明争暗斗 表面上都是友好和谐的 听到寒九熙自爆家门 那笼罩神级宗上空的云雾 当即分开 众人只见一条浑身冰白 威严无比 灵性十足 周身龙气滚滚 一看便知体内龙族血脉不弱的冰胶 拉着一辆极为精美的飞车 从高空之中飞腾而下 众人见状不禁瞳孔一缩 面露震撼之色 这冰胶赫然是一头斩恶境界的妖兽啊 竟然用来拉车 而且还是给一名弟子拉车 这也太奢侈了吧 更何况龙血精纯到如此程度 即使找遍整个神国都找不出多少条吧 任何男性武者 大都曾经有过驾驭龙车 周游诸戒的幻想 眼见那七寒窖的寒九溪 拉车的冰胶 血脉如此强大 不禁都是面露羡慕的神色 要知道神国 蛟龙虽然不少 但血脉的差距可以说 几乎能将高等蛟龙与低等蛟龙 区分成两个种族了 眼前这头冰胶 浑身鳞片寒光闪闪 一对冰晶般的龙角之差分明 龙谋之中龙威必现 即使是混沌强者 都会隐隐为之震慑 不仅是血脉 这品相也是好到了极致啊 可见这寒九溪在七寒窖之中 有多么受宠了 因此不少弟子都受到了这冰胶的吸引 来到了山门前的广场之上 其中就有真传弟子之一 被神级宗的弟子称为冰王的风灵宿 此时他正惊疑不定的凝视着那架龙车 喃喃自语道 寒九溪 龙车落地 无比奢华的飞车之中 走下了一名白发蓝毛 身材高挑 身着一身白袍的青年男子 在男子身后还跟着两名浑身 充满了威势的中年人 山级宗的弟子看到寒九溪的瞬间 都是瞳孔收缩 面线极为震撼的神色 这寒九溪竟然气息深不可测 更关键的是 此人好像不过二百岁啊 要知道 神级宗的真传第一人 雷魂秦玉明 也没这么深不可测的气息啊 而跟在寒九溪身后的两名中年人 赫然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众人看着寒九溪 面上不由地 显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 怎么感觉这气氛有点不对呢 寒九溪环视着众人 蓝毛之中 闪过浓浓的不善之意 他缓缓笑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神级宗还是老样子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